大英主妹 早晨 我們有這個機會透過這個網上做這個靈修 當我還未來分享這個靈修 我就請了一個主妹幫我讀這一段經節 《舊約的聖經》《生命記》四章三節到九節 第三節 耶和華因巴力昆義的事所行的 你們親眼看見了 凡誰從巴力昆義的人 耶和華你們的神都從你們中間除滅了 第四節 唯有你們專靠耶和華你們神的人 今日全都全活 第五節 我照著耶和華我神所吩咐的 將律例點章教訓你們 使你們在所有進去得為業的地上 遵行 第六 所以你們有謹受遵行 這都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 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必說 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 第七 哪一大國的人有神願他們相近 將耶和華我我們的神在我們求告祂的時候 與我們相近呢 第八 由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 怎將將我今天在你們面前所呈明的這一切律法呢 第九 你只要謹慎 恩勤保守你的心靈 免得忘記你親眼所向見的事 又免得你一生早時離開你的心 總要全給你的子子孫書 OK 麻煩你 好 今天要愛和大家分享 從這一段的經節 我可以放一個主題 就是廣告 不要忘記 在這一段的經節裡面 實在是摩西去印度寫給一班以色列人 尤其是一班新的一代 他們要愛進入到加南地 就是這個應許之地神所為他們預備的 所以這個摩西的目的 所寫的這段的經節 是要提醒這一班新的一代的 這一班的以色列人 叫他們不要忘記神所做的工作 尤其是都肯度的提醒 叫他們越愛注重 來看得到他們那種生命 越愛有一個那種純復的生命 尤其是從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祖宗 他們的生命 他們所經歷神怎樣的幫助 或是他們怎樣的 對神那種的不順復 所以在這一段的經節 就是摩西 外面我們來看到有四樣東西 是我們必須要記得的 為何這個是這麼重要呢 因為當我們去記得神所做的工作 神怎樣的信實 神怎樣的在我們的生命帶領我們 我們就會看到我們前面的日子 我們就能夠以靠神 我們也能夠以靠神 我們也能夠以靠神 讓神肯我們的生命 來做其妙的工作 所以有四樣東西 從這段的經節 我都肯度的 需要電影之妹 讓我們大家肯神的說話 來幫助我們自己 肯於四方面的 我們要愛 來記得的 第一件事就是 摩西要提醒 那些意識的人 他們必須要愛 來記得的 就是講到 神他是聖結的 所以恩著他是聖結 他會審判罪和拜偶著 所以我們要愛 來知道 我們所信的 和所侍奉的這位神 他是一個聖結的神 所以肯我們的生命 等於這個樣子 我們真的沒有 那麼輕易的 讓我們自己 來得罪神 就好像我們可以看得到 聖經有很多方面的記載 我們可以看到 阿當和夏娃 神怎麼樣的 來祈福他們 神都在這裡 來吩咐 叫他們不要 在這個醫殿園 有一棵樹 他們是不可以 不可以吃那個果子的 神雖然是這樣的吩咐 因為神自己本身 他是憎惡罪的 但是恩著阿當和夏娃 他們不願意的 來聽從神的說話 加上他們那種信心 對神 沒有那種 來到神的面前 來信靠神所講的 因為神有說過 是你吃了這棵 善惡果樹的果子 你就會滅亡 所以等於這裡 就讓他們看得到 恩著阿當和夏娃 犯開罪的緣故 他們就與神 來隔膜 他們就離開神 神實在要給他們的意見和愛 來去享受神 所給過他們一齊的祝福 所以讓我們要愛 記得 神是一個聖結的神 我們必須要愛 提醒我們自己 過著一個分別為聖的生活 使得我們看到 神會繼續在我們的生命 會來賜福 來帶領幫助 那第二方面的 我們要愛 來去記得的 就是按照這一段的經節裡面 有告訴我們 神去會 來拯救他的子民 去會來保護他們 尤其是那些曉得的 要專心的 來跟從他們的 所以這裡是愛 來提醒 叫我們來專心的 來跟從我們的神 在我們看到神 在我們的生命 來保護我們 在愛幫助我們 來解決種種的問題 讓我們知道 我們必須要來安著 神的腳步 來走 來看得到 神自己本身在當中 祂是我們這個好目者 當我們說到目者的時候 你會 尤其是 給我們信開主的 我們會想到 這個詩篇的 二十三篇 那裡講到什麼呢 第一節 二十三篇的第一節 有講到 也沒有說是我的目者 我不自已揭發 所以當我們專心的願意跟從神的時候 即是說我們願意去聽從神的聲音 而去走 當我們願意被神在我們的生命 做我們的好目者的時候 我們就是按照這個目者 所帶領我們走哪條的道路 我們願意去跟從 所以這裏呢 就會帶來給我們看到 在我們的生命 神就會在當中的會 來保護我們 因為我們願意的 來給神有這個主權 在我們的生命 來帶領 所以很重要的是 提醒我們自己 我們要愛專心的愛 來去跟從神 所以這裏是 我們要愛 學習 學得去聽到神的聲音 就好像 聖經這個講給我們聽 成為一個羊的 我們每一個頂章會 像這個羊一樣 他會認識 他的 牧人的 牧者的 這個聲音 所以我們每一個頂章會 都是 讓我們 在這方面的 去學習 感謝讚美主 那帶三的 我們要愛 從這一段的經節 我們要愛 記得的事 就是講到 我們要愛 要專守 神的戒命 還有要限在 他的道路 這個是很重要 我們要愛 提醒我們自己 神的說話 不只是讓我們 知道和聽 神的說話 是要我們去 守住 他所給我們的 那個戒命 最重要的是 叫我們 帶著信心 去走出 神所教導我們的 因為這些 我們會看得到 是神 在讓我們 知道 我們人生的 生命 我們所要走的道路 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 看不到那麼遠 但是我們感謝神 神他自己 本身 去知道我們前面的道路 所以跟從神的道路 是最穩陣的 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屬於他 他知道我們真正所需要的是什麼 我很喜歡這個經節 就是肯施篇 哪裏都有講到什麼 神的說話 就好像我們這個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所以你每一步 你所走的每一天 讓我們給神的說話 就成為這個燈 來指引我們 就好像 當你走路的時候 日後你走路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你前面 有什麼 但是晚上 當你沒有那個燈的時候 當你在黑暗裡面的時候 你腳步走的時候 看不到前面 你就會傷到你自己 可能你會踢到那些石 或者你會看到 你看不到前面有一個洞 可能你會踩到那個洞那裏 所以我們感謝神 神的說話就是這麼寶貝的 神自己本身說 我都是這一個光 所以這一個是 叫我們來看得到 每一次我們聽到 每一次我們讀神的說話的時候 我們讓神的說話 肯定我們的生命 就好像這個光一樣 去肯定的會 來照耀我們 讓我們知道 我們應該要走的方向 我們所應該要走的道路 感謝贊滅主 最後的大四就是說到 我們要從摩西 在這段經節裡面 提醒我們的 就是說到 神是很接近我們的 神是聽我們的祈禱的 有時候我們為了一些問題 來祈禱的時候 我們覺得 為什麼那個答案 還要這麼快 來到當中 但是我們要知道 神始終 祂是有祂的時間 神始終 是會知道我們 什麼時候是需要有那種的答案 所以我們要提醒我們自己 來知道 神是每一天很接近我們的 神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神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所以當我們的心 來提醒我們自己 來記得 我們的神是那一位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和無所不在的神 所以這個 應該鼓勵和提醒 讓我們自己不要忘記 而說 是 神是實在是以我們同在的 神實在是會聽我們的祈禱的 所以不論我們落在什麼環境當中 我們不要來灰心 我們不要來放棄 而說 我祈禱 這麼久了 為什麼還沒發生呢 實在 在神的角度裡面 神是在做他的工作 是我們的眼睛看不到 我們要用一百八聲的那種信心 來去相信我們的神 祂是信實的 祂是聽祈禱的 所以感謝讚美主 今天就和大家 在這段經節 分享這幾方面 讓我們去祈禱 使到在我們基督徒的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會知道 如何在神的面前 會繼續信靠祂 讓望祂 感謝讚美主 這裏我要做一個結束的祈禱 親愛的主 感謝讚美你 你自己的說話 來親自的鼓勵我們 讓我們來從 剛才我們所分享的 一個短短的訊息 求神你親自在我們的心中 主要讓我們真是 事上的把你的說話 藏在心裡 免得我們會得罪你 讓神你自己的說話 繼續的來鼓勵 繼續的來幫助我們 使得我們的信心 繼續的增加 來順求你 我們把一切榮耀 重贊 來歸給我們的主 因為主啊你是 佩得我們的敬拜 佩得我們的侍奉 佩得我們的完全的信靠 奉耶穌基督的名靠 Amen